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140瓦大功率的氮化夹充电器 我也没想到热度会这么高啊 我们趁着热度 咱们继续评测一款 绿联140瓦氮化夹 2CEA的套装充电器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哦 咱们的视频 需要大家多多的给我点赞 热度起来了 咱们才可以回点血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上次咱们评测那个 645瓦的绿联氮化夹的充电器 那个文波确实是一个极品电源 这个140瓦表现会更好吗 我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 拿到这个包装盒 确实是很大呀 也很沉的 这是一个套装的充电器 盖子是一个塑料的 上面有绿联的标识 这里有140瓦 蔚来全新派 散电派系列的啊 氮化夹充电器 通过这个透明的塑料 可以看到里面充电器的样子 盒子背面的话就是产品的参数 条码信息 防伪信息 还有厂家的信息 认证信息 打开包装盒 充电器就在盒子的正中央 衬托充电器用的一个卡纸 数据线装在一个袋子里面 散电派系列的说明书 这个是产品保修卡 内附有害读物清单 充电器外面套有一层保护膜 拿出数据线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 441.5克 充电器连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336克 单数据线重量56克 单充电器重量279.5克 这根数据线是一个编织的 数据线两头都有绿连的标识 底部有240瓦的标识 互道长度30毫米 数据线的直径4.45毫米 数据线的长度也就是153厘米 充电器的高度75.8毫米 宽度也是75.8正方形的 厚度35.2毫米 这个充电器200多克的重量拿在手上 很成熟的 这个充电器的外观 整体看上去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风格 这上面有镀烙的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一个装饰窗口 细节的话做工还是非常好的 这里绿连的标识 充电器的三个充电口USB-A口在上面 两个C口在下面 C口内部舌片为黑色 USB-A口 内部舌片还是紫色 背面这里有140瓦的标识 折叠式的插角 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 循环10连 非热带使用 双路绝缘 4类使用 支持100-240V的全球电压 C1口输出最高功率140瓦 C2口输出最高功率100瓦 A口输出最高功率22.5瓦 输出总功率140瓦 二维码信息 充电器的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进入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先要看看它三个充电口 它的协议支持的情况 Type-C1口支持华为FCP的5V 9V 12V 最高18瓦功率 SCP档位3.3-12V最高22瓦功率 三星AFC的5V 9V 12V 最高24瓦功率 QC3.0的5V 9V 12V 3.6-12V PD3.1 140瓦 一共五个档位 最高档位20V 5A的100瓦 然后这里3.3-21V 5A的PPS档位 EPR 28V 5A的140瓦档位 然后最下面DCP和Apple 2.4 这是两个基础功率 这个是Type-C2口的协议 协议情况跟Type-C1口前面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里PD300这个地方 这里显示的是100瓦 然后我们点进去 这里就少了一个28V 5A的EPR档位 其他的跟Type-C1口是一样的 USB-Echo协议支持的情况 这是两个基础功率 然后QC3.0的5V 9V 12V 三星AFC的最高25瓦 华为FCP的24瓦 和SCP档位3.3-5.5V的4.4A 22瓦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所有协议支持的情况 实际充电测试 我们先采集三星Lotus加的 可以显示三星的双闪快充标识 显示快充2.0 现在是4%的电量 我们把数据采集一下 这个三星手机已经充到84%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它最高峰值功率可以到32瓦的真实功率 但是没坚持多久 然后一直降为20瓦的功率 中间有一个断隔的地方 是我把手机关掉了 关机充电的话 它的功率还是维持的20瓦 充到现在充到80% 一个小时10分钟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温度 最高温度39.5度 这个温度不高 我们今天室内温度22度 刚才咱们测试了三星的那台手机 Lotus加大家都知道 那是2019年的产品 峰值功率可以达到30多瓦 也算是支持的不错的了 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 它的功率会支持的更好一点 现在我们就是把其他的安卓手机 我们过一下功率 只要功率能到20瓦左右 我们就采集数据 这一部手机是 Homeme的Loto 13 Pro加 这个小米手机可以显示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的话 大概可以跑到15瓦左右的样子 这部手机是OPPO的Reno 11 可以显示快速充电标识 实际的充电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13瓦14瓦的样子 这部手机是荣耀90 不是荣耀100 荣耀100的话是可以支持PPS的 功率就会很高 可以显示正在超级快充 功率的话可以在19瓦左右 我们采集一下它的数据 现在已经充到77%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20瓦左右 坚持了20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11瓦的功率 一直充到现在 50多分钟 充了60多个电进去 速度也还是可以 温度的话 这个功率的话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温度 42度 如果是华为和荣耀的 开放过PPS功率的时候 它的功率是非常快的 这一部 vivo的S18手机 就一次一部 开放了PPS协议的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 用我们这种 PD充电器充的话 是非常快的 现在这个手机 还有30%的电量 vivo的闪充标识 功率的话 直接攀升到30多瓦 很高的功率的 这个手机现在已经充到 97%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一直就是33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在徘徊 冲到90%的时候 22分钟 然后开始逐渐的下降功率 这个前面都是33瓦左右的功率 这个功率非常快的 像这种开放PPS协议的手机 包括华为的MAT60系列 荣耀的100系列 还有部分手机都开放了PPS的协议 大家要看清楚你的手机 能不能支持PPS 如果可以的话 像这种充电器充电 非常的快 速度不亚于它的原装充电器 我们看一下它的温度 最高温度37.7度 这个温度控制非常好 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 我们用这个12 Pro Max 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这个手机已经充到92%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30分钟都是23瓦的功率 然后降到20瓦的功率 又充了大概七八分钟 然后再降到15瓦左右的功率 又充了大概七分钟 然后逐渐的将功率充到80% 这个充电器从没有电充到80% 一共用了53分钟 充电算是很快的了 充苹果手机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 中间有一部分功率波动的情况 应该是充电器在强拉高功率 我们看一下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41度 温度表现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就是模拟用这个储能电源 来模拟笔记本电脑 在充电的时候它的状态 我们不用去强拉它的功率 用它真实的实际输出的功率 来测试 启动的是PD3.0 140瓦的档位 实际输出功率128瓦左右 现在功率已经降到40瓦左右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我们这个储能充电站 是从12%的电开始充的 充到80% 一共用了55分钟时间 这个充电速度跟联想的 跟库代科140瓦充电速度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 这个是140瓦的实际工作状态 最高峰值温度55度 咱们这一个100瓦的储能的充电站 现在是没电的状态 我们来测试它100瓦功率 咱们这一个充电站已经充到89%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从没有电充到80% 耗时一小时27分钟 这个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我们看一下温度 它最高峰值温度的时候只有56度 这个充电器的温度控制的特别好 我们以前的大功率测试是 140瓦 120瓦和100瓦 这个功率相差的太近了 我们现在改成140瓦 100瓦和60瓦 现在我们就是采集它60瓦满功率的时候 它的一个烤机的状态 真实功率的话是53瓦 持续运行了两个小时20多分钟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功率是非常充足的 60瓦的功率在持续的输出 温度的话 两个半小时它的最高温度指标到46.4度 一直稳定在46度左右 温度稳定了我们才停下来的 今天咱们室内的温度22度左右 我们现在就是测试它的转换效率 测试之前我们先看看它的待机功耗 启动待机功耗可以达到1.5瓦左右 然后后面的话就会下降一点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运行的图表 最低功耗0.3瓦 最高功耗现在是1.5瓦左右 再测试下来看到它的平均功耗 大概就是0.9瓦的样子 5V3A的状态下 它的转换效率220V端 输出功率20瓦 这边直流端输出功率14.9瓦 我们换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在75% 9V3A的情况下 输入32.3瓦的功率 这边输出是26.8 转换效率有83% 12V3A的时候输入41.6瓦 这边输出35.8瓦 这样换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是86% 这是15V3A 45瓦功率下的情况 输入功率50.5瓦 输出功率44.5瓦 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88% 20V5A 100瓦的功率的情况下 220V输入端107.7瓦 这边直流输出端98.5瓦 这样换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在91%的样子 这是这个充电器 28V5A 140瓦功率下 220V输入端148.1瓦 这边直流输出端137.8瓦 换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93% 这是这个充电器 在110V60Hz下的待机功耗 我们换算平均下来的话 它的待机功耗在0.7瓦的样子 110V工况下输出功率19.6瓦 这边直流输出功率14.9瓦 转换效率76% 9V3A 27瓦工况 32.1瓦 这边的直流输出端26.8瓦 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83% 12V3A 36瓦的工况下 110V输出端41.6瓦 输出端35.8瓦 转换效率86% 15V3A 45瓦功率 110V输出端50.7瓦 这边直流输出端44.6瓦 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87% 这是20V5A 100瓦的工况下 110V输出端109瓦 直流输出端98.4瓦 这样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90% 28V5A 140瓦的工况 110V输出端150.3瓦 直流输出端这边137.8瓦 换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92%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文波输出的情况 粉丝阿特我不用测试空载文波 空载文波没有输出对设备就弹不上伤害 我们就直接测试这个负载文波 5V3A 45瓦的功率 它的负载文波最大的时候21.9瓦 这个充电器9V3A 27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5.8瓦 12V3A 36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39毫浮 15V3A 45瓦功率的时候 这个文波最高的时候40毫浮 这个充电器20V5A 100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59毫浮 这个充电器28V5A 140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3.1毫浮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充电器 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品充电器了 充电器的数据我们都测试完了 我们现在就是来看看这根数据线的数据 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数据线的编织 细节 这个编织网的做工是非常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根数据线的主抗值 这一根线可是1米5的线 这不是1米的 可以做到这个成绩相当相当不错了 79毫欧 这根数据线内部的eMarker芯片 读取被动型数据线 这个方案的话我们要拆开看 这个它没有标明 然后50V5A 240W EPR 传输速率的话是USB2.0 这个只适合充电 不适合传输数据 这是下面的版本信息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个数据线的压降值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5V1A的压降值 0.08V 5V3A的压降值 0.25V 9V1A的压降值 它也是0.08V 9V3A的压降值 也是0.25V 15V1A的压降值 0.08V 15V3A的压降值 也是0.25V 20V1A压降值 0.08V 20V3A也是0.25V 28V1A压降值 0.08V 28V3A的压降值 0.25V 这根数据线做工非常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140W的满功率输出 这边输入140W 这边输出138.5W 这个线做工好 它在传输电流的过程中 损失的功率就很小 咱们这一套绿联的充电器设备 评测下来 各项数据都是非常好的 温度控制 纹波控制 极为优秀 这个纹波很低的 在中功率的时候 它就是六七十毫伏 在高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只有二三十毫伏 然后这一根一米五长的数据线 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它的线主才79毫欧 压降值非常的低 咱们下一期视频 就是拆解这一个绿联的套装充电器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 关注投币折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下一期拆解它们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